解释为什么要拉出来 为什么挂里面 对吧 那么从这个扣子开始 开始没关系的 它可以剪的 那下面我们要把这个 大声一点 黄色的链条跟这个蓝色的配件 它连在一起 这个的话是可以调节的 到时候你看是挂在第几节上面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样给它扣起来 扣起来之后 我们再把链条轻轻地往里面推 往里面推 可以调整一下 看一下大概这个链条在这个位置 在轮胎侧面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侧面那个按钮 侧面这个按钮先给它收回去 给大家演示一下 去按这个黄色的这个按钮 按一下 听到咔嚓一声 然后把这个 那条给它拉长 拉长之后 这个红色的这个扣子 这个黄色的这个面条给它扣起来 扣起来之后 我们再去按这个滑车锁锡 边上这个三角形的黄色按钮 轻轻一按 给它就0.1秒就自动收紧了 可以看一下 非常好 这款防环力的话 不需要反复下车 去调节 只需要你开的时候 就是会越开越紧 可以试一下 它没有办法越开越紧 这款不是越开越紧